不过其实袁永宜近来受访 透露早期和张志玲交往时 受不了她贪玩个性频频吵架 加上产后袁永宜祸患轻微忧郁症 当时可是让她险些离婚 袁永宜近日接受香港媒体访问 透露两人当时交往时 就因为张志玲太贪玩而成天吵架 婚后两人关系降到冰点 更是因为张志玲一周打足七天麻将 让她觉得张志玲实在是太过分了 袁永宜更说自己生下儿子后 更因张志玲不陪她 让她觉得很受伤 加上产后祸患轻微的忧郁症 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两人都已经有了心理准备要离婚 不过最后是袁永宜补救两人关系 加上张志玲已经算是EQ很高的另一半 不过袁永宜多无理取闹 张志玲都会忍住 无奈最后她被烦到受不了大发脾气 让袁永宜了解自己也有问题 但好在两人现在感情相当好 加上宝贝